大家好,欢迎来到W档案 今天讲的这起案件发生在英国 2012年3月6日,一名女子在伦敦百老汇市场附近的摄政运河搏船航行 当她打算在岸边的码头停下来时 船舰好像撞上了什么东西 她经过仔细辨认,发现河里飘着一个手提箱 由于撞击的缘故,手提箱突然被打开了 里面的东西都漏了出来 那是一具女性的尸体躯干 尸体的背部有一个小小的蝴蝶结纹身 这名女子被吓得大惊失色 来忙打电话报警 这名遇害的女性是谁,她为何会被人杀害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案件 遇害的肥调剧演员 警方接到报案后,很快来到了现场,并展开调查 几天后,经过DNA比对分析 警方很快确认了这名女子的身份 这名女子是几天前被曝诗中的杰玛·麦克卢斯基 杰玛出生于1983年2月5日 他们一家五口人生活在伦敦 他的父亲叫安东尼,母亲叫波林 他还有两个哥哥,分别是托尼和丹尼 杰玛是一名童星,2000年,他出演了英国最受欢迎的肥皂剧《东伦敦人》 他扮演的角色名叫凯利·斯金纳,是主要人物埃塞尔·斯金纳的侄女 在2001年之前,他一直是个演员,出演了多部电视剧 成年后,杰玛和母亲以及哥哥托尼住在伦敦·佩尔塔路的一套公寓里 35岁的托尼是一名窗户清洁工 他有一些不良嗜好,经常吸食毒品 导致杰玛和托尼的关系非常不好 有时候托尼还会殴打他 他的父亲和他的另一个哥哥丹尼在一起生活 杰玛和丹尼的关系就亲近了很多 虽然身高只有150厘米,但是杰玛非常有个性,也很有魅力 周围的人都喜欢和他交往 他的父亲说,杰玛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女孩 从来没有任何关于他的负面消息 演艺生涯结束后,他开始在一些酒吧和俱乐部工作 杰玛从不害怕表达自己的意见,让别人听到他的声音 他曾经有一个男朋友,名字叫赖斯 虽然他们很早就分手了,但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并多次讨论复合,杰玛很体贴,也很慷慨 尤其是在金钱方面,杰玛还非常乐于助人 他会为任何需要他的人腾出时间 最近一段时间,杰玛非常苦恼 因为他的母亲得了脑肿瘤 刚刚在医院里做了摘除脑瘤手术 病情一直很严重 2012年2月29日,这天是个星期三 杰玛参加了一家医院的开业典礼 因为一位朋友的女儿将在开业典礼上表演 杰玛提出在第二天帮朋友的女儿拍摄这段表演视频 也就是2012年3月1日 然而第二天,杰玛并没有出现 这种情况以前从来没有过 杰玛是个非常讲信用的人 几天后,杰玛的朋友卡丽在Facebook上 收到了一条好友发来的消息 询问他是否见过杰玛 卡丽解释说没有,并询问对方出了什么问题 对方告诉他,杰玛好像失踪了 好几天没有人跟他联系过 杰玛有一个很大的朋友群 这几天他在群里一直没有回复消息 所有人更加担心了 杰玛失踪前在金斯兰路上的一家俱乐部工作 他的哥哥丹妮去找俱乐部的工作人员 希望他们知道杰玛在哪里 但和其他人一样,他们也没有见过他 他本该去那里上班,但却没有出现 杰玛一直全力照顾病重的母亲 希望可以帮助他渡过难关 然而,这几天他却失踪了 杰玛的失踪有些让人匪夷所思 此前没有任何可疑的情况 所以,他突然无缘无故的消失 更加令人担忧 2012年3月3日 这天是个星期六 托尼、丹妮和杰玛的一个朋友 一起去警察局报告杰玛的失踪 因为托尼是最后一个见过杰玛的人 他的描述对于找到杰玛至关重要 然而托尼给出了莫朗两可的答案 他甚至不记得最后一次看到杰玛是什么时候了 丹妮对托尼的行为非常生气 他的记忆力很差 都是他长期吸食大麻的结果 杰玛的父亲安东尼问托尼 他是否和杰玛有过争吵 托尼说 3月1日上午 他忘记了关闭浴室的水龙头 导致浴室漏水 这样杰玛非常生气和愤怒 他们两个人为此大吵了一架 然后杰玛就出门了 托尼最后说 杰玛出门后 以后的事情他就记不清了 杰玛的朋友艾丽卡证实了托尼的部分说法 3月1日上午 他和杰玛戒了一面 当时杰玛非常生气 因为托尼忘记关闭浴室的水龙头 把浴缸里的水都溢了出来 杰玛还说 托尼经常抽大麻 把所有的事情都弄得一团糟 在他们见面期间 杰玛接到了托尼的一个电话 他和托尼又吵了一架 最后分别的时候 杰玛对他说 他再给托尼一次机会 如果他还不改掉自己的漏袭 以后就再也不管他了 这次见面后 艾丽卡就再也没有杰玛的消息了 2012年3月5日 寻找杰玛的搜索工作全面展开 杰玛的家人和朋友都参加了搜索 希望可以找到他 杰玛的朋友们印刷了很多失踪人口的海报 张贴在大街小巷 随着搜寻工作的不断加强 寻找杰玛的标签在社交媒体上流传 所有人都愿意帮忙 希望能尽快找到杰玛 托尼说 他确信他的妹妹会被找到 并且安然无恙 3月6日 这起案件有了重要进展 托尼和杰玛的朋友 在公寓里等待消息的时候 他接到了几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告诉他 如果你想看到杰玛活着 那么就准备200万英镑 并把钱送到某个地铁站 第二个电话告诉托尼 他要用伊拉克蒂纳尔支付 而不能用英镑 两分钟后的第三个电话 再次强调了要支付200万英镑 当托尼要求和他妹妹通话时 打电话的人说 解码被锁在一个房间里 他现在不方便接听电话 托尼使用免提接听的电话 在场所有的人都听到了电话的内容 丹尼也接到了同样的电话 这个电话号码被保留下来 警方很快追踪到了他的位置 这个电话位于肯特郡 打电话的人是一名19岁的男子 名叫三姆邓恩 3月8日警方搜查了邓恩的家 并将他正式逮捕 尽管大家希望这是一个有利的线索 但人们发现 这只不过是一个可恶的骗局 邓恩看到了失踪海报上的电话号码 于是策划了这场骗局 在警察局里 邓恩还想蒙混过关 他告诉警方 他当时和几个朋友在一起 他并不是打电话的那个人 而是其他人打的电话 托尼和丹尼通过声音辨别出打电话的人 就是邓恩 不久后 邓恩改口认罪 并与警方达成了认罪协议 在梅德维地方法院 他因四项指控被判处六个月监禁 这条线索的中断 也让案件再次回到了原点 3月7日 这起案件有了重大发现 在摄政运河发现的女尸 被证实是失踪多日的解码 这一发现 让解码的家人和朋友非常震惊 他们希望找回解码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人们纷纷向解码致敬 在运河边上留下了鲜花和卡片纪念他 警方在调查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 丹尼非常担心妹妹解码的安危 一直在努力寻找 而托尼似乎并不关心这个事情 他一直待在家里 托尼自己解释说 他是为了防止解码突然回家 另外 当解码死亡的消息确认后 托尼表现的并不伤心 这些可疑的地方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于是马上调查了关于托尼的资料 这一调查还真让警方取得了重要进展 解码和他的母亲曾经打电话报警 因为托尼曾两次试图掐死解码 警方调查确认 托尼当时因为吸食毒品 导致出现了妄想症 因为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所以这起案件也就不了了之了 随后警方将托尼定为了此案的主要嫌疑对象 警方首先拼凑出了解码最后的行踪 3月1日下午13点17分 解码和埃里卡分开 并开车回家 他的通话记录显示 他和托尼打了两次电话 第一次呼叫连接失败之后 两个人有一次简短的通话 持续了8秒 下午13点50分 监控视频显示 解码开车到家了 晚上20点的时候 他的手机关机了 随着调查的继续 警方发现 托尼在解码失踪后 给他发了几条短信 并在短信中表达对解码的关心 这是非常反常的行为 他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表达 3月2日晚上 托尼用汤姆的名字 联系了一家出租车公司 监控视频显示 托尼拖着一个沉重的手提箱 上了出租车 当司机问他里面有什么时 托尼说那是一个音响系统 然后他要求去 摄政运河附近的邓斯顿路 出租车司机清楚地记得 托尼非常吃力地 把手提箱从车里拿出来 警方对出租车进行了仔细检测 发现了属于解码的血气 3月7日警方发表了一项声明 托尼因涉嫌谋杀解码 被警方正式逮捕 据警方分析 3月1日下午13点50分 解码到家后不久就被谋杀了 托尼给解码发短信 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 假装解码还活着 警方搜查了解码和托尼 共同居住的公寓 在浴室里发现了少量血迹 一把有血迹的刀也被发现了 在解码被肢解后 托尼对现场进行了彻底的清洗 因此犯罪现场并没有明显的血迹 在解码被谋杀的第二天 也就是3月2日 监控视频显示 托尼去商店购买了手提箱 香烟和报纸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 警方陆续发现了解码遗体的其他部分 解码的家人和朋友都不敢相信 托尼会对自己的亲妹妹下此毒手 在审讯室里 托尼说 当天解码回到家后 他们再次发生了争吵 解码还让他从公寓里滚出去 过了一会儿 他上楼去了 当他转过身时 解码站在那里 手里拿着一把刀 之后的事情 他就记不清楚了 2012年11月 解码的葬礼举行了 许多人前来悼念他 怀念他短暂的生命 解码的家人悲痛欲绝 他们努力接受所发生的一切 当托尼被捕后 并没有人为他办理保释申请 他在监狱里给父亲写了封信 信中写道 我很难相信自己会做出如此可怕的事情 以这样的方式伤害您 我的心都碎了 爸爸 你太了解我了 知道我不是坏人 一定不是我干了这么可怕的事 知道自己做了这样可怕的事 这让我感到窒息 我希望我能告诉你更多 我在这里日夜不停地思考 但我就是不记得那天发生了什么 我一直是一个安静的人 一个不会伤害苍蝇的人 一个愿意为我们的家人 做任何事情的人 我只希望你能原谅我 托尼写这封信的真实目的 是希望他的父亲 可以将他保释出去 并且能谅解他 减轻他的罪责 2013年1月14日 对托尼的审判 在伦敦老辈立法院开始 他否认谋杀 但承认过失杀人 他说 在一次争吵中 他失去了控制 可能失手杀死了解马 是谁肢解了解马的尸体 他现在根本想不起来了 在法庭上 随着案件的细节不断被暴露出来 解马的父亲安东尼 根本无法再听下去了 他不得不离开了法庭 一位专家证人 反驳了托尼失忆的说法 托尼在法庭上 一直强调 是解马先拿刀攻击他 让他从家里滚出去 托尼的律师也认为 解马那天吸食了毒品 因此导致了情绪暴躁 首先对托尼做出了攻击行为 当天和解马见面的艾丽卡 否认了这样的说法 他说解马连根烟都不抽 更别说毒品了 在同一个公寓居住的邻居 向法庭证实 托尼会殴打解马 在精神上折磨他 用各种可怕的语言骂他 解马会戴墨镜 在夏天的时候 会穿长袖的上衣 为了掩盖自己身体上的瘀伤 解马的前男友赖斯 也出现在了旁听喜剧上 在所有的证据都提交之后 陪审团开始进行审议 2013年1月30日 陪审团做出了裁决 托尼谋杀罪名成立 他被判处终身监禁 20年内不得假释 有的人觉得 对托尼的惩罚太轻了 然而 无论对托尼做出 什么样的裁决 对于解马的父亲来说 都是第二次伤害 因为一个是他的女儿 另一个是他的儿子 你觉得对托尼的惩罚轻了吗 欢迎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当宣读判决结果时 托尼没有任何反应 而旁听喜上传来了哭声 法官在法庭上说 你对自己的亲妹妹下此毒手 目的是让人们永远无法找到他 你这样的做法 对所有人都是极其残忍的挑战 安东尼看到 法庭上的托尼没有一丝悔恨 一直在强词夺理的辩解 试图冷血地掩盖自己的罪行 托尼这样的表现 让他非常失望 不久后 他宣布和托尼断绝父子关系 安东尼说 我本来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 不想再失去一个儿子 我只是希望托尼能表现出一丝悔意 然而 他的冷酷无情 让我彻底失望了 2013年 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遭到了更大的打击 杰马生前 一直尽心照顾自己的母亲 他被害后 他的母亲伤心欲绝 健康每况愈下 不久后 杰马的母亲也去世了 杰马是一个精力充沛 和充满爱心的年轻女人 她为别人付出了很多 总是会出现在 任何需要帮助的人身边 她给那么多人带来了欢乐和光明 而她的生命 被这样残酷的方式结束了 夺取她生命的人 竟然还是她的亲哥哥 这样缠忍的事实 让所有人都无法接受 本来幸福满满的五口之家 因为托尼的不良嗜好 变得支离破碎 托尼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妹妹 并残忍地将尸体肢解 手段只狠毒 真的让人愤怒 最后 希望世上能少一些这样的悲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视频见